眼看力上映只有17天了,崔永元今日再次发声,呼吁抵制,将于26日上映的大轰炸。 他写道,据说,大轰炸26号要上映了,很难想象,这个欺骗令会获了十多亿上海老百姓,血汗钱,的项目是如何顾五关闪六将的? 抵制,和我一起抵制,要正义还有一点点面子,此微博已经发出收到很多网友分享、点赞、留言,有人会问,崔永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? 他的朋友是这样形容他的,郭德纲,只有好人才抑郁,陈萌,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,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,有自己的价值观,有自己识别的方法,有自己表达的特性,财劲,他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,在这样的夜里,一直请着的人,广大网友们,你们继续支持崔永元老师吗?欢迎大家留言说明。